请不吝点赞 许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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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现在说香港电影金像奖 每年得奖的好像 大陆的演员越来越多 你觉得两地有什么不同 在演员方面 我觉得好的演员 其实都差不多好吧 不过国内的演员 有那些课班训练 比较台词什么都比较讲究 然后比较讲究方法 比较讲究方法 合作的态度 因为我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内地的演员 就不太受导演 不太受导演控制 或者说内地的演员 比较分 假如他一看你是 他佩服了导演 他就听你的 全部听你的 可是对其他 他不觉得他佩服了导演 他完全不听他 甚至倒过来控制导演 有这个说法是吗 我觉得其实是个人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有些在香港的 比较大牌的演员也会 如果他不服导演 我觉得不是大陆 跟香港的分野 我觉得你像当年冯小刚 冯小刚口出狂言 他说过一个 他说现在大陆的演员 还没有一个说是真正有票房 号召力的 他指那种恐怕就是像好莱坞 那种票房巨星 就是说因为他演 我们就能进电影院 他指的说现在还没有 但是有些人反倒觉得呢 当然大陆演员有大陆演员的魅力 但是这让我想起一个什么呢 他们在聊香港电影的时候就讲 说像过去大陆导演 虽然也拍城市生活 但是缺乏城市感 但是香港电影啊 他比较拍出城市感 比如重庆森林 甚至像望角尖沙嘴 这些这些地方 他给你一种城市感 那相应的咱们说演员啊 比如说这个 梁朝伟 那比如说张曼玉哈 这些呢 会让你想起某种调点 我觉得 嗯 是不是比如说张爱玲小说里的味道 或者他们有这么一种味道 你觉得这个跟他香港的这个城市味道 是不是很有关系 呃 这些演员的调子 对 一定一定会的 是吧 就是我们为什么像有些很多大陆影迷 他都会很迷梁朝伟 张曼玉 觉得他们身上有那么一种 魅力 有那么一种味道 我也不好形容 到底是什么一种味道 腥味嘛 简单来说 这是明星的味道嘛 那个腥味是要在城市生活里面 你懂得那种生活的仪态 穿同样一件衣服 怎么样穿法 怎么样个做法 怎么样个表情法 我觉得可能是城市人不一样 那大陆你刚说的那个文涛说的 让我想到说贾江客啊 又想到贾江客 他以前有一阵子好像跟冯小刚 我忘记是谁了 假如讲错不好意思 有过一些争论吧 争论什么城市什么拍城市电影 我记得贾江客讲了一句话说 别装了 我们谁不是农民啊 你以为你拍了城市电影吗 里面都是农民的土气 好像是大概的说法 假如你没有那种成长的城市生活经验 而且很长期的 就算你去拍城市的题材 也很容易了来露底 把那个底露了出来 是有这样说法 但是我注意到最近这个许许导演啊 好像流露出点这个这个这个什么呢 黄昏之感呢 说是我都过六十了 难道我拍电影能拍到九十岁吗 那是啊 这你是什么感觉呢 觉得香港电影 不跟香港电影没关系 跟你说人有关系 那你现在比如说拍的这个电影 你要不要考虑大陆市场呢 我当然我现在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是这样 我就是觉得我能拍我就拍 我有喜欢的题材 如果这个题材不能来大陆 可是老板很投资那我就拍 我也不是赌气 我是想拍一下我喜欢 有些比如要合拍的话 那么那个题材我不喜欢 那我也我也不会因为有大 大的票房回报 对对对对 我是能拍什么我就拍什么 赶快拍这样 这是当然 有没有一个题材 我听说每一个艺术家 不管作家还是导演 到了一个年龄 比方说六十 心中有一部电影 我说有一个题材 你觉得你一定要拍完 你才甘心去的 我很想拍一些故事 是讲香港的历史的 香港的历史 可是就没有人投资 跟比如香港跟澳门 有些古装的就是时代 跟比如有些西班牙装啊 清朝的装炒在一起的 非常非常后现代的感觉 可是这四百年前发生的时候 我很想拍拍这种 因为我是殖民地的时代 长大的人 应该拍不这样的电影 可是我就找不到投资人 哎呀我觉得挺我 我我都挺感兴趣 你像他搞的那一段历史啊 哈哈哈